环保局寄出了一篮子策略来改善空气污染的状况 其中针对中钢公司的煤矿封闭式储存厂的工程更是紧盯进度 根据工程报告计划 这项新建煤矿封闭式工程总共有34座的仓室 预计会在112年底完成 完工之后全部的煤矿将采密闭式的方式来堆制 将有助于减少高达9成的力状物易散 环保局指出中钢公司煤矿露天堆制面积达到29万平方公尺 外界希望新建煤矿封闭式储存厂的声音高涨 回应各界的期待 中钢公司也在环保局的要求下提出工程进度 总计规划的34座仓室工程 渴望在112年底前分两阶段完成 第一个期程的话是在明年的年底 会完成16个仓室的一个室内化工程 接着是在112年也就是三年后 在112年年底会再完成18个 煤矿室内化仓室的这个工程 那总共这34个仓室完成之后 这29公顷的煤矿就全数采用这个室内化厨房 除了紧盯中钢封闭式储存厂的新建工程进度 环保局也督促中钢公司 推动其他多项空污改善措施 包括在煤矿物料堆制厂完成设置防尘网 并且要求每两个小时自动洒水一次 降低粒状物的溢散 预估112年新建工程完工后 将可提高粒状物溢散的去除效率达到9成以上 估算目前的粒状物防治效率大概是在8成7左右 那等到34个仓室的这个室内化工程完工之后 它的这个煤矿的这个粒状物的溢散 它的防治效率可以达到大概9成8 算是接近百分之百减少这个粒状物的这个溢散量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加强堆制厂空污防治措施 中钢公司今年还将执行加热炉和集成器等设备更新工程 环保局强调未来将持续督促中钢以及其他国营事业 善尽企业责任 加速完成各项污染改善工程 来回应市民朋友对清新空气的期待 记者李正道 黄澜君 高雄报道